属猪的朋友在2023年的运势来看一下 今年没有打击性 只有一颗天厨性 厨嘛 就是厨房 也就是所谓的美味佳肴 比较有口福 在古代的话 因为是农业社会 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 普通人家想要吃一顿猪肉都很难 吃肉很难的 所以古文上讲嘛 叫做肉食者比 把吃肉当成是这个上层阶级的这个特权 或者说一个代称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一年能够享受到这个美味 那就说明啊 今年可以赚到一些钱嘛 那最起码能够品尝食物 美味啊 而不仅仅是为了果腹 为了吃饱 而是要吃好 这其实也挺好嘛 那么在这一年可以出去旅行啊 都能吃到比较美味的当地比较特色的食物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出去旅行都能吃到好的 并不是的 有的时候吃到的感觉到很一般 白来了 感觉太不值了 以我为例吧 前不久 莫名其妙的 也不小心进了一家这个巴基斯坦的餐厅 点了一顿 我也不知道吃那个什么样的食物 吃呢 点了那个实在是难吃 至今难以忘怀 然后我就决定再也不去这样的餐厅了 什么中亚的美食 我也不相信了 这是题外话 那也就是天厨性的话 能够有这个口服 我换个角度来讲 美味啊 能够享受生活 那也挺不错嘛 最起码有一定的这个收入啊 而不仅仅是刚才所讲的啊 为了果腹 为了吃饱 好 这是天厨了 那凶性的话呢 有这个羊嫩 嫩嘛 就是刀的意思啊 那为什么有羊嫩呢 羊嫩的话就是生气 脾气很大 有的时候一点小事情就很生气 就过了 就过了头 做事情过了头 那就容易有一些伤害 嫩嘛 就是伤害的意思了 羊嫩就发脾气啊 容易造成一些冲突 就是有的时候一点点小事情 可能就莫名其妙的发火 这点都是啊 不仅仅是你说我 我脾气很好啊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遇到的人就是这样的 你所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羊嫩 也就是要平心静气 心平气和的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要太过于着急 你着急的话就容易出问题啊 还有一颗心呢就是白虎 白虎一听就感觉很糟糕啊 特别的这个有杀伤力啊 那这种的话确实也就是属于有伤的意思啊 比如说啊 呃 出门在外 尤其是开车的话 更加明显啊 两者一结合就是这个上上头了啊 很生气啊 比如开车啊 别人不讲规矩啊 塞车啊 这个追尾啊 那么白虎啊 斗气 那很容易就你追我敢 就容易受伤 这白虎的就代表着一种伤害 那这个的话呢 很明显啊 有的时候怒气上了头啊 那很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那当然就容易受到伤害啊 这个尤其是在外面啊 就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吧 平心静气啊 这很重要的 哦 这是 呃 这两颗雄心吧 还有一颗呢 叫纸背 背后只只点点嘛 那这种话很好理解啊 你普通人啊 没什么问题啊 默默无闻的 那很问题不大 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了 或者说本身 尤其是比如说 呃 现在都是自媒体时代嘛 很多人都自己啊 做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 呃 写一些文章啊 那 总有一些人来议论啊 有的人本来 雄心壮志要 要干一番事业 但是呢 总有一些所谓的小人吧 就背后自自点点啊 顾一些水军也好 怎么样也好啊 没有理由的 来攻击 然后 指控啊 或者说是抹黑啊 造谣都有啊 那么 内心就受到些伤害了 所以 不要为他人的这个言语所影响啊 确实啊 你晒幸福 别人说你怎么样啊 修恩爱 啊 你说一些这个 比较的 有一些负面的 别人说你放大负面情绪啊 怎么怎么样啊 总有一些 总能找到一些这种 啊 不好的一些工具的点吧 那没办法啊 呃 成大事的人 必然是有一些非议的 而不可能说 一味的都是好 一味的都差 这也不现实啊 那 这就要注意这个分寸吧 那怎么办呢 要及时的 也不能说完全不顾忌啊 一般的人也没这么大 也没这么强大的一个内心 要及时的这种放松 怎么放松呢 适当的出去旅行啊 吃点好吃的 天厨 这就发挥出他的能量了 这叫做 松弛有度 才能够让生活更加的美好吧 而不仅仅是说 啊 对于外界啊 不管不顾 完全不行 完全不管也不行 啊 这个 是大致这么一个情形啊 不用过于担心了